哈囉大家好我是Bone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的十月愛用品 這個月要跟大家分享我非常常背的包包 然後馬上解決我乾燥肌膚的保養品 以及我很推薦的造型髮品 就是軟蠟以及定型噴霧 還有一個就是我最近發現的臥蠶陰影神器 有了它之後臥蠶整個變得很自然 然後拿來畫鼻影也很適合 今天也是滿滿的好物 所以假如說對我的十月愛用品有興趣的話 我們就可以繼續看下去囉 首先第一個呢就要先從我這個月 非常喜歡背的包包開始說起 就是這個JW配的半月型包包 我在很久之前就有跟大家分享過同款的咖啡色 那個呢我真的非常喜歡 然後很常背它一次就選了一個米白色來跟大家分享 那這其實它是屬於有一點奶油白的顏色 並不是非常的純死白 所以我覺得配在衣服上面是很好看的 那我們家的花紋就是用像這樣有點鱷魚皮的花紋 肩帶的部分是做寬肩帶 它是可以調節長度的 這個包啊不管是你要肩背啊 或是你要像這樣子 側背 這樣 都可以 就是它非常的好用 然後各種穿搭我覺得都非常的適合 像是我前一支的穿搭影片裡面 就是配這個白色包包 它真的是超級無敵好搭配的 等一下我先來把它拆起來 然後它的容量呢我覺得也還蠻大的 給你們看一下 你看到裡面放了就是我的錢包 另外它還有兩個加成 所以日常一般的東西放進去呢 絕對沒有問題 又加上它這個包我覺得非常的好清理 就是有時候沾到髒東西 就直接用濕紙巾這樣子 直接擦一擦就好 這個包呢我自己真的是超級喜歡 因為真的很好裝又很難用 又是這種白金配色嘛 看起來就是非常氣質好看 我興趣的朋友呢 可以去他們家的官網看一下啊 接下來呢要跟大家分享呢 我時隔六年然後再度重新使用的保養品 就是這個Believe的寒生草保濕前導精華 那這保養品呢 其實在六年前的時候呢 有在我的頻道跟大家分享過 我到現在還印象深刻 我會買他們家的保養品呢 是因為Alice老師幫我化妝的時候 他就是用Believe他們家的保養品 他們家保養品呢就是既保濕又溫和 我時隔六年再次使用他們家的保養品呢 我還是覺得非常的好用耶 在這邊呢 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寒生草 寒生草呢 是生長在沙漠裡面的一種植物 它裡面呢含有高濃度的海藻糖 那海藻糖的話呢 是具有強大的保濕啊 以及鎖水的功能 所以呢 寒生草它真的非常厲害 因為它可以活在沙漠裡面 它的質地是有一點偏向那種凝膠狀的感覺 可是上臉之後呢 就是非常的水感 是很清爽的質地 味道呢是舒服的那種草本味 基本上呢它是一年四季 然後各種膚質都可以使用的保養品 因為我從剛收到比較熱的天氣 到現在呢終於變比較冷的天氣 我用呢都是非常OK的 那在10月的時候 其實我整個月大部分 都是在使用A唇的保養 我在使用A唇保養的時候 會有一些乾燥的狀況發生 那這個時候 基本上我就是用他們家這款 寒生草的保濕前腦精華 跟這個炸彈霜來加強我的保濕 這款炸彈霜呢 是他們家的長年熱銷產品 就是真的非常的紅 想到Believe他們家的產品 就會直接想到這款炸彈霜 這款炸彈霜 質地它是非常柔軟滑順的血乳質地 上臉之後很柔軟很舒服 非常的滋潤 這款其實我剛收到的時候 我覺得它有一點太過滋潤 但是因為A唇的保養品 所以我肌膚就有一點乾燥嘛 所以我就把這款霜打開來用 沒想到它就是完全救星來著 那個乾燥的感覺呢 基本上幾天就消失了 你就會發現你的肌膚是恢復到那種 嫩嫩水水的感覺 然後搭配著A唇使用 我覺得它就不太會有那種乾燥的感覺出現 所以這兩個我真的覺得它的保濕效果是非常好的 我覺得它的保濕續航力也很棒 就是你晚上擦上去之後 你可能會覺得有一點黏黏的 但是過一下之後它就會完全吸收 你到隔天早上起來 你還是會覺得你的臉嫩嫩是有保濕感的 這款呢我也很推薦大家在妝前做使用 就假如說你今天上妝前 肌膚有點乾燥或是粗糙的感覺的話 你就挖一點然後在臉上這樣子慢慢的按摩 你就會覺得你粗糙的地方變柔軟 然後整個臉摸起來水水嫩嫩的 你後續上底妝也會更加服貼 所以假如說你的肌膚是非常乾燥 又或者是你是混合偏乾的話 你用這款也是非常OK 就滋潤度真的是一級棒 接下來跟大家加碼分享一下 這款龍舌蘭的舒緩晚安面膜 其實這款我是當初看Sara介紹的時候被燒到的 我覺得它很適合混合肌跟油肌的朋友來做使用 它就是這種非常輕薄的凝膠狀 不會有任何的黏膩感 就是非常的清爽的質地 這款其實你要當作一般的乳霜用 或是當成晚安面膜都可以 那我自己其實就是薄薄的上一層當乳霜 隔天長起來你的肌膚也就是嫩嫩的 但是這款我覺得假如說你是乾肌用的話 保濕度就會不夠 你是乾肌的話我還是建議你買炸彈霜 這款我覺得比較適合混合肌跟油肌的朋友來做使用 最後就來跟大家分享這次Believe他們家雙11的活動 以及專屬各位觀眾的活動 首先第一個就到11月13號 官網都有買耳折的活動 你買1111就可以限折1111 輸入這個序號就有專屬大家的下單裡 就是有這個霜跟這個精華的小樣會送給大家 然後想要加碼跟大家分享這個PiLead的限定組 就是我剛介紹的那款保濕精華的加大版 另外它還會再送你一個洗面乳 然後買了之後還有機會可以抽中PiLead 一樣要記得輸入序號才有送這兩個小東西 另外這次有幫沒有用過Believe的朋友 爭取到了一個新朋友體驗價 就是這一罐精華75ml的體驗價就只要999塊 另外就是這個Believe的炸彈霜 小莫數的體驗價也只要499 就沒有用過的朋友你們可以先下單小莫數 那假如說是Believe的舊朋友的話 大家可以下單就是專屬的組合 這個組合裡面還有送一個12月的新品 就是讓大家先體驗看看 反正不管怎麼樣呢 就是假如說大家有要買的話呢 就是記得輸入這個專屬的序號才可以多拿兩個贈品這樣子 接下來讓大家分享的就是這個HINTS的眼影 那HINTS他們家單色眼影 我覺得質感呢真的非常的棒 不管是外包裝還是內容物 給你們近看一下 它外包裝都是做像這樣子霧面的設計 然後打開來之後呢有個大鏡子 單色眼影的部分呢容量呢也是滿滿 而且它是磁吸式的 質感是不是很好 那顏色呢是一個中性色的咖啡色 不會太過暖也不會太過冷 然後粉質呢超級細超級霧地綿 他們家粉質真的是100分耶 顏色的部分給你們看一下哦 呈現出一個自然陰影的感覺 它這個顏色呢 其實算是一個還滿冷門的色號 並不是一個熱門色 它的色號呢是Blued On 當初我會買這顆眼影呢 是因為那時候我看一個韓國Youtuber 他去給美容師的彩妝師化妝的時候 他就跟美容師推薦了這一顆眼影 他說這一顆眼影就是很冷門 但是拿來畫臥蠶的效果呢非常好 就會呈現出一個自然陰影 然後讓整個臥蠶膨起來 我自己用過之後 我覺得它真的非常的神奇 直接給你們看一下畫面 我就用這種細細扁扁的刷子呢 沾了一點眼影粉之後呢 就在我的臥蠶的部分畫個幾筆 你們可以看它的顏色很顯色 但是呢又非常的自然 有畫臥蠶呢跟沒畫臥蠶 我覺得差非常的多 就是你的眼神看起來比較溫和 然後更加的協調 就是我覺得有畫真的有差 然後另外我覺得這個眼影呢 拿來畫鼻影的顏色呢也非常的適合 就是呈現出一個剛剛好的色調 就是一樣有畫跟沒畫 給你們對比一下 是不是 有畫鼻影跟有畫臥蠶呢 就會讓這半臥蠶看起來 就妝容更加的完整 所以我覺得這顆呢 真的是HINTS他們家的冷門豪尾 就是意外的用下來非常的驚艷 因為我覺得臥蠶下面顏色真的是很難挑 還有鼻影的顏色也很難挑 你用太冷不行 因為看起來會髒髒的 然後你用太暖也不行 因為看起來會橘橘的很怪 假如說你再找一顆可以畫臥蠶影 又或者是說可以畫鼻影的朋友 這一顆 Blue On我真的非常的推薦 真的是冷門的好物 然後質感又超級無敵的好 接下來還能跟大家分享呢 已經在我頻道曝光過非常多次的髮褲 就是這個韓國小眾品牌的髮褲 他們家髮褲我真的是覺得很好看 而且是很多明星都有使用的同款 就明星同款就覺得 欸 就是不一樣的感覺 那其實你們會想說髮褲有什麼差別 不就是髮褲嗎 No 我跟大家說髮褲也是有版型 跟那個觸感的不一樣 首先你們看喔 他這個版型是做得很好 寬度適中 然後又不會太過膨 因為你太過膨的話 會顯得頭很大 比例怪怪 所以他這個厚薄度呢 我覺得做得非常剛好 然後我選的是這種霧面布的 他還有斷面跟不同款式的 另外他旁邊這個小小的logo 我覺得做得也非常精緻 他這整個呢 戴在頭上呢 我可以戴很久 完全不會痛 他那個舒適度超級高 連我頭比較大的朋友啊 哭這個髮褲 他都覺得 很舒服耶 而且他上面這個啊 摸起來是軟軟的 然後有蓬鬆感的 這款質感呢 我真的覺得非常的棒 然後戴起來很好看 最近有想要買髮褲的朋友呢 可以參考一下他們家 雖然說代購起來價格600多 有一點貴 但是我覺得還蠻值得的 因為效果就是100分 我自己都想要去買他們家白色髮褲 啊對了 我還要買他們家的貝褲 但是因為剛收到沒多久 所以想說等之後再跟你們分享 這個髮褲呢 我收到比較久了這樣 很喜歡 接下來呢 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最近整理頭髮的兩樣寶物 就前陣子有人問我說怎麼整理頭髮 跟大家說就是靠這兩個 首先第一個是他們家 非常非常火紅的這個定型噴霧 他們家這個定型噴霧就是噴完之後 馬上定型外的頭髮也不會乾乾的啊 或是起白白的屑 都沒有 這個呢 我覺得他真的很厲害 而且味道都超級好 聞嫩味道真的是很讚 像這個地方啊其實我已經有用軟蠟用過 但假如說你想要他再更加定型的話 你可以這樣子噴在這個根部的地方 然後這樣子撐著他 又或者說你用吹風機把它這樣定型都可以 他的定型效果呢就是非常的好 有沒有就是會這樣 然後瀏海的部分你也可以噴 他噴完之後真的不會有僵硬的感覺 就是非常的滑順 像你沒有抹任何造型品一樣 他們家這個呢我真心推薦超級好用 然後接下來是我意外覺得非常好用的就是這個軟蠟 他一樣抹上去不會有那種僵硬啊 或是結塊的感覺 像是我今天瀏海其實都抹軟蠟 但是你們看不出來吧對不對 而且他頭髮還是非常的蓬鬆 那我平常呢都是這樣子 這用量很少就這樣子抹一下 他的那個膠體就是很柔軟 就是很像乳霜這樣 然後你就可以這樣子 這樣抹上去 抹上去他就會有一點髮絲感出現有沒有 然後你要定型的話呢也會更加的方便 像這樣就可以抓出幾根髮絲來 弄出那種髮絲感的瀏海有沒有 就會這樣子 你們看這樣子髮絲感就出現了 我覺得他們家造型品真的很讚 那他像這個軟蠟就很適合拿來做一些這種微微曲線的感覺 久度也很好 基本上你維持一整天都是沒有問題 那假如說你想要再更持久的話 你可以用完這個軟蠟之後呢 再噴這個也可以 很推薦大家 然後味道超級好聞 非常的香 這兩個推推 最後一個呢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電腦的補光燈 假如說你跟我一樣需要長時間使用電腦工作的朋友 真的很推薦你可以準備一個這種補光燈 之前就是用BenQ的筆電補光燈 但後來我換了桌機之後呢 我自己呢就是在從Momo上面買了 就是桌機專用的補光燈 我真的覺得他非常的好用 因為他有色溫可以調整要偏暖一點 或是偏白一點都可以 然後亮度呢他也是可以做調整 那我自己通常習慣性就是直接點自動 他會自動幫你偵測 然後配出一個就是適合你現在的光源 那他的光呢我覺得是非常的舒服的 就是你看螢幕你會覺得 欸他的光度啊是很剛好 然後你眼睛也不會覺得很疲勞 又或者是說你今天呢想要就是做個筆記啊 或是工作一下 你也可以就是打他當作是台燈這樣寫字 我覺得他相較一般的台燈 我會覺得他的光線是更溫和 然後更均勻的 整個光源是更加充足的 就是不會讓我的眼睛這麼傷這麼累這樣子 所以假如說你跟我一樣就是需要長時間用電腦 我真的覺得你們可以試試看這種桌機的補光燈 我覺得是你沒有用過之前你可能沒有感覺 但是你一用之後我覺得那個感受度是差還蠻多的 我覺得你花了一點錢 然後讓整個工作環境是更好更舒服的話 我覺得是還蠻值得的就這個推薦給大家 好那以上呢就是這次的10月iOMP的分享啦 那大家記得就是有興趣的朋友呢 可以到專屬的頁面下單就一樣是有期限的 然後記得輸入專屬的序號才可以獲得下單裡 然後有專屬的組合 好那希望大家喜歡這影片 也希望這支影片最好幫助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